看到航運股中遠海鴻又派息 然後有一個今天就能夠逆市做好 航運股而言,阿Vit你又怎樣看呢? 特別講一下1919 其實在看航運股近期的情況 我覺得不是太理想在於什麼 如果大家有留意航運股 而在集商商航運來說 我們在看集商商航運指數 譬如上海公佈的 其實都看到是高位下跌的 所以現在在這個情況下 運股開始下跌之下 其實短期氣氛就比較觀望 為什麼觀望呢? 因為雖然運股在下跌 但是現在已經是9月了 其實已經踏入了每年航運的運貨高峰期 即是聖誕檔期 所以現在市場都在觀望 究竟運股能不能在止跌回盛的情況 還有看回集商商航運的公佈研跡 都看到運貨量在上半年港有些下跌 這個下跌的基數問題 就是在歐美疫情之後 突然需求大幅增加 補回全倉 所以基數比較高之下 令到運貨量下跌 但是在上半年港運費仍然上升比較急 所以其實大部份 如果大家留意近海都知道 他們的業績是非常之美的 東方可能又創造歷史新高 終於有狂賺 但是你看到業績高出進之後 股價反映得一般 因為他們的業績理上已經大致上已經消化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未來 究竟今年下半年 第三、第四季 運費能不能夠先穩住 以及運貨量能不能增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外 我覺得短期來說 韓股官網氣氛仍然比較濃厚 所以可能都是反覆的集幅波動為主 要實際上看究竟運費的指數走勢 以及中美兩國或歐元區的 國際貿易的出入口貿易的情況 再做一個判斷